晚上好 我是嘉迅 政坛近日盛传内阁改组的消息 其中还有消息透露 阿兹敏和韩沙在努丁可能会升任副首相 对此首相伊斯麦·沙比利 今天出席震灾活动时就回应 现在不是重属内阁的时候 目前政府当务之急是解决水灾以及冠病疫情 伊斯麦也强调只要他没有宣布就是没有 此外他也指出明天的内阁会议主要会讨论 水灾问题以及令人担忧的疫情 眼看政府救灾不利 加上官兵疫情反复起落 前贸工部长拉斐达就发文抨击 执政不到一年的大马一家政府已经失序 并引用了日本的三不猴来形容当今的社会环境 不说 不听 不看 拉斐达指责政府不仅对灾民的抗议声浪 哭喊求助声 视若无睹 也对部门之间没有沟通协调等不当行为 无动于衷 对政府的种种举动 拉斐达就嘲讽道 这似乎已经成了政府的施政SOP 针对铁娘子拉斐达的言论 前首相纳吉也发文反击 炮轰他才是那一个不闻不问装不懂的人 纳吉说 509全国大选之前 拉斐达指控军用土地被国阵政府私有化 然的大选过后 纳吉曾多次要求拉斐达解释和提供证据 但却一直没有下文 换个焦点 图团党与巫统闹不合 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 而在这当中 伊党一直想要当合适佬 希望能够跟双方一起合作 柔佛巫统俗理主席 诺加兹兰在接受前锋报访问时 就以一夫多切志来比喻这个关系 他表示 伊党喜欢这样的方式 但却忘了自己的身份 忘记谁才是丈夫 并认为巫统才是全民共识的关键 他说 在马六甲和沙拉越选举中 就能够看出 伊党并没有强大的民意支持 所以还是得要依赖巫统 但诺加兹兰强调 如果伊党两个都要 那全民共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除了党与党之间的纷争 巫统内部的斗争 随着伊斯曼上台之后 也越发明显 根据巫统的传统 党主席在委派候选人方面 拥有极大权力 因此可谓手握生杀大选 根据巫统党内部的消息指出 巫统目前出现了两派相争 一派是先首相兼巫统副主席伊斯曼 意图加快党选 将之辅政 而另一派则是拥戴党主席阿莫扎西 这个派系主张 在第15届全国大选之后 才举行党选 由此可见 巫统领袖和党员 正在面临是否压对保的挑战 以确保自己 不会在来届的全国大选中被淘汰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巫统领袖表示 随着领导人即是分为两个阵营 暗届伤人的情况 预计将会达到历史最高点 而究竟扎西在巫统的地位如何 工艺大学前讲师阿兹米哈山就说 尽管扎西负债累累 但依然处于强势地位 他也直言 由于大众对于冠病大流行的担忧已经很低 因此预计全国大选将会在今年内举行 各政党目前摩群茶掌 等候全国大选的到来 祖国动视党总裁穆克力 日前接受BFM电台访问时就直言 动视党不排除 在下一届的全国大选跟西蒙合作 但对于是否接受公正党主席安华 作为西蒙首相人士 穆克力就表示 各种迹象显示 安华的时代已经过去 西蒙是时候重组领导层 而他相信不仅外人有这种想法 就连西蒙内部也是如此 至于被问到是否有意认相 穆克力嘴上不否认 并表示自己必须准备好 接受任何的可能性 另外穆克力也提到 动视党是作为对抗巫统而成立 有限于土团党在509全国大选争夺的52个席位 不足以半岛巫统 因此这次会出占120个国席 当中虽然以马来郊区为主 但也会有半城市选区 换个焦点 吉达州政府去年11月宣布 不再批准和更新博彩中心的商业执照 如今吉达州卫生和地方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 莫哈·莫哈耶迪也指出 州政府其实在同一个月也致函给了财政部 表达吉达州的进度立场 并要求财政部跟州政府步伐一致 从明年起除了不再更新赌博执照 给博彩投注站 也无时再更新5个有老虎鸡的俱乐部和工会 根据了解 业者在过去每年的8月或9月 都会开始向财政部申请新一年的赌博执照 更新之后就会把文件副本呈上给地方政府 也申请更新商业执照 所以如果财政部答应吉达州的要求 那意味着从2023年1月1号开始 国产业必须要全面停运 新闻结束之前欢迎订阅百阁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